受内地寒冷天气影响,港铁华四班高铁列车延迟抵港,北行四班车亦都受到影响 港铁华收到内地铁路当局通知,由于内地段天气影响,由长沙南,北京西,上海洪桥和昆明南开出的列车延迟抵港 另外有四班离港北行车次亦都延误 其中长沙南来港的高铁班次,有乘客说最终迟了大约两个半钟才抵达西九龙站 轨道在长雪,然后我们的车在车户的最里面,还得把另外一班车给拖出来,然后才能把我们的车给拖出来 出发的时候是比较慢,过了长沙,很容易往南边走就比较顺畅了 开车的话路上都打滑,都是慢慢的走,也不太好开,因为路上雪,下面冰城很厚 又离开香港的旅客担心行程受阻 又受影响的乘客说,车站内没有清晰的指示交代延误班次的安排,只能够一直留在闸内,隔一段时间向在场的职员查询是否可以入闸 港铁就说市民可以致电高铁救票及客户热线 或者到高铁网站查询最新资讯 无声电视记者李子音报道